你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中国与台湾外交战日益激烈 耗之相当于俄乌战争 洪多拉斯外交部周六 也就是昨天3月25日下午发布声明 宣布与台湾断绝正式外交关系 因为洪多拉斯转要与北京建交 台湾外交部也及时举行了记者会 说明了台湾与洪多拉斯断交的前因后果 实际上台湾与洪多拉斯的所谓的外交关系 长期是靠金钱维持 因为洪多拉斯这个国家 我非常了解 它仅靠墨西哥 属于中美洲国家 那个地方的人种 基本上是属于印第安人为主要 参有一些少量的西班牙人血统 所以那个国家呢 沿袭了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或者习俗 比较腐败 经济上也比较落后 台湾呢 跟它维持关系这几十年来呢 可以这么说是靠不断的金钱援助 除了公开账面上的金钱援助 还有很多私底下的金钱援助 也就是大量的贿赂 因为以前呢 我曾经会见过一些台湾的领导人 包括民进党的领导人 他们就说呢 台商和台湾这个政府的红包 一向是全世界最后的 就是说呢 他们擅长贿赂 这个洪多拉斯呢 最近呢 不光那个以前的这个贿赂呢 要求增加 而且呢 就在台面上的这个索取呢 也开始增长 比如说呢 直接向这个台湾讨要了20亿 这个销出国债 也就是说呢 以前台湾给洪多拉斯的这个贷款 20亿 洪多拉斯说 这一次给它销掉 另外呢 还要给3亿5000万美元盖水坝 还要给9000万元盖医院 这个胃口太大了 现在台湾呢 实在是难以满足 而且呢 我们根据经验就知道 这个条件呢 可能就是中共提出来的条件 就中共的愿意 这一次呢 就给24.5亿美元 所以说呢 洪多拉斯政界领导人呢 腰杆就硬了 另外呢 他们私下里的这个贿赂呢 红包呢 也比以前更厚了 可能比台湾呢 现在中共呢 在贿赂方面呢 清除于难 胜于难 就是说呢 以前呢 他们不懂 中共不太懂贿赂 毛泽东时代也没钱贿赂 但是现在呢 他的这个贿赂呢 是额度越来越大 所以呢 终于买断了 洪多拉斯的外交关系 明智的网友呢 认为呢 实际上呢 台湾早就应该放弃这种金钱外交的策略 应该转变外交思路 不要以这些邦交国多寡甚至有无 作为一个考量的因素 而且呢 应该呢 就是说呢 积极主动的 与文明主流的这个国家呢 交往 寻求一种实质性的 外交 就是对外交往 同时呢 台湾确实在很多方面呢 有大量的改变空间 比如说呢 我查资料就能看到 比如说我现在在美国拥有绿卡 我要是到欧洲去旅行的话呢 我签 随便在一个国家 就是办一个签证 申根签证 我就能几乎到欧洲的三四个国家去旅行 而且呢 这个旅行的期限呢 是在六个月之内 其中呢 可以待三个月 我就是在这些国家 随随便便的跑来跑去 只要有这个签证 带着一本护照 就OK了 而且呢 像我拥有绿卡呢 基本上签证不会拒绝 但是呢 我要想到台湾去旅行签证呢 就非常麻烦 就是说呢 他的那个办事的那个程序呢 效率低下 而且呢 非常麻烦 还有呢 你只能去待半个月 也就是说呢 台湾 在这个外交 这个这个这个 许许大量的 百分之九十九的细节方面 都是非常糟糕的 跟印度一样糟糕 也就是说呢 它让人感觉到呢 你是不受欢迎的 所以呢 你想想到个台湾去 比如说我想在那待一个月 好好地观察一下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那最起码在一个月两个月 对不对 你说你短短十五天能干什么 来来回回的 刚刚适应就得走了 但是台湾在这方面的这个许多做法呢 跟我以前到印度的感觉一样 就是它非常傲慢 它把自己当成了这个 好像世界人民都渴望到台湾去一样 所以说呢 台湾应该在这方面积极地改变 应该跟这个世界各国呢 建立一种实质性的关系 因为台湾应该 台湾的自身呢 它是没有能力 它就是说台湾虽然有2400万人 但是它跟500万 以色列人相比呢 它这个 是完全不同的 500万以色列人呢 在几亿 十几亿穆斯林的包围下 都能够坚如磐石 在那生存 它就是靠自己的实力就能够生存 台湾做不到这一点 那么台湾呢 就要想方设法呢 跟主流社会 跟西方文明建立密切的关系 起码你要 你不要在什么 一会儿 在美国猪肉问题上 在那大作文章 一会儿 限制美国对台湾的出口 什么日本的这个什么 什么的受污染的鱼 日本人都能吃 你台湾人不能吃 台湾的那种食品污染 不知道比日本要严重多少倍 所以这都是搞笑 很荒唐的 就是说 像我们看来呢 这都是台湾呢 它简直自己制色番离 跟国际社会 隔开了一个遥远的距离 而且呢 我仔细查看了一下台湾 所谓的这个13个邦交国 的名单 你看 我念给大家听见啊 什么 贝里斯 威地马拉 这就跟洪都拉斯是一个水平 还有那个海地 圣克里斯多福 以及 尼维斯 圣路西亚 圣文森特级 哥拉瑞丁 还有什么 马绍尔群岛 还有什么 老鲁 柏流 吐鲁鲁 吐鲁瓦 还有什么 诸如此类 斯威斯兰 你就要知道 你看看这个台湾的这些邦交国 我可以毫不客气的跟大家说 这里面基本上都是全世界最愚昧最落后的国家 尤其那个海地是整个这个东半球最贫困最愚昧最落后的国家因为海地本来是法国人建立的一个殖民地后来西班牙人也曾经最早是西班牙后来被法国夺取了但是海地人讲的还是法语 但是呢海地呢居民的都是黑人因为黑人后来造反武装起义把那个地方的白人全部杀光了全部驱逐了 结果就造成了呢就是黑人这个移民呢反而呢清一色的这个占据了海地海地呢是最贫困的国家 他的这个最说就是他可能是全球最贫困的国家 另外非洲最贫困的国家是哪里呢 就是我刚才念到的这个名单当中的斯威斯兰 斯威斯兰那个国家的那个国王每年呢要选妃子 怎么选妃呢 全国的四万多少女都去赤裸着上身就穿着一条内裤在国王和王后以及飞兵们面前跳舞禁忌 而且呢是举行为期也不知道是一个礼拜还是一个月的大会 国王邀请政要在那个地方实际上就得一免费看脱衣舞 而且呢都是该国最漂亮的少女 然后呢国王选择呢最漂亮的十个八个留下来玩弄 这个国家你说都能荒诞到这种程度 但是呢台湾居然始终跟他保持着外交关系 这种外交关系肯定是用钱砸出来的 不是就是因为台湾在这方面给的钱多 或者说呢当地人呢因为长期拿台湾的钱呢 他觉得呢就是说已经心安已经习惯了 他想如果再换拿中国的钱的话呢很麻烦 他不愿意更换这个合作伙伴 所以说呢台湾才得以跟像斯威斯兰海地这样 全世界最黑暗最贫困最愚昧的国家 保持着所谓的邦交关系 事实上呢我就不得不跟大家回顾一下 台湾跟这个中国之间的这个外交战 它的花费 很多人都说哎呀中国花几千亿美元在国际社会 援助这个国家援助那个国家 也就是说呢中国在全世界每年的援助额呢 可能两倍于这个俄乌战争的花费 因为我们知道俄乌战争到现在 这个损失都不大 也就是几千亿美元而已 但是呢中国呢可以说每年在国际上面的这个 这个花的这个钱呢 应该说呢跟俄乌战争的规模是不相上下的 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花的钱的数量呢 你别说他不光是跟台湾争夺什么红豆拉斯 实际上呢中国跟很多国家的关系 都是要不断的输入金钱 因为你不输入金钱的话 这下国家马上就威胁说 OK我明天就在于去台湾建交 怎么样 你想怎么样 那中国就怂了就惨了 那个大使就想到没钱分了 所以他马上就给本国大使说 我们赶紧得援助这个国家50亿美元 赶紧援助这个 把他的200亿美元的这个贷款给他免了 否则的话他就要跟台湾建交 那这个报告层层的加码层层的递到习近平的地方 习近平也只好咬紧牙关 闭得眼签字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给世界上的援助 因为中国的援助呢 没有一项是为了促进人类的福祉 没有一项是帮助所在国 实际上都是为了收买他们 让他们跟中国建立关系 而其中中国的一个最主要的战略核心战略目标 就是针对台湾的 所以说呢中国跟台湾的这个外交战呢 消耗是巨大的 台湾呢应该彻底摆脱这个思路 比如说呢 今天呢台湾呢在这方面呢 应该是有所进步的 比如说今天呢 捷克议长艾达默瓦率领了160人的代表团 访问台湾 要知道这可能是台湾过去几十年 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外国人代表团 而且是来自欧洲 艾达默瓦在机场上告诉他 他说我想让台湾人知道你们并不孤单 你们在世界上有许多朋友 其中一个也就是我自己刚刚来到台湾 因为呢他说我们共享基本价值观 我们和你们站在同一边 所以说呢你跟捷克这样的国家交往 台湾才有前途才有出路 所以台湾呢应该放弃思路 对于剩下的那十几个国家也停止私下里的贿赂 红包也停止公开的不合理的援助 台湾你有自己有这个钱 多买一些武器保卫自己 或者让民间拥有此枪权 你看看中共哪敢侵犯 我两年前三年前就一再指出 台湾一定要这个放开武器 台湾如果要是几百万人都会用枪的话 你让中共去台湾他都不敢去 他去了以后就会挨打就会被杀 因为中共是一个连菜刀都害怕的一个团队 一个一个一个统治集团 你想想他在北京在新疆 甚至都让人把菜刀拴在链子上 如果你台湾人人有强家家有强的话 你说共产党还敢去吗 台湾你就可以省政府就可以省下大量的金钱 就很多军备就陆军就不用搞了 只要这个搞一些设施就行了 就是说呢维持哪怕有十万的这个基本的军队就行了 因为暂时的话随时可以动员几百万会打枪的这个台湾人上前线 中共能有多少军队到台湾啊 所以说呢台湾应该彻底改变思路了 另外呢就是中国建筑公司呢在欧洲捅出大楼子 最近呢一家建设高速公路的中国的专业建筑公司 大概在设计的时候就敷衍了事 不认真对待他射击路线上的塞尔维亚的劣势纪念碑 因此呢在开路整地的过程中 施工单位农民工当然他也不懂这些东西 他若无其事的就把这座这个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阵争亡的塞尔维亚战士的纪念碑给拆除了 更荒唐的是呢在塞尔维亚政府得到投诉前往调查的时候呢 中方还按照在国内的办法来隐瞒 说没有这回事情我们没看到我们不知道 对于中国公司这种嚣张的行径呢 塞尔维亚全国人民现在都弄不可遏 而且呢这一座这个阵亡将士纪念碑呢 有五尊著名烈士的雕像 都是塞尔维亚历史上的民族英雄 居然惨遭中国的这个拆迁公司呢 用机具破坏 有的把它偷砸了 有的把它身躯砸了 弄得支离破碎 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几天前 3月19日 当地媒体报道后呢 那个塞尔维亚民众都难以置信 因为他们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都没听说过 还有这种事情 而且呢 在这个塞尔维亚的古迹保护单位的 那个人员 专业人员匆匆赶去保护古迹的时候呢 中国公司呢 还一度把这个纪念碑的残痕 还有那个五名雕像的残痕 都给搬走 试图来个毁灭证据 就像他们在中国做的一样 所以网友都纷纷一论 中国的这个公司啊 中国的农民工啊 实在是在中国胡乱搞拆迁搞习惯了 到别人的国家也是恶习难改啊 这回终于捅出大楼子了 而且呢 这个事态呢 继续演变下去 有可能呢 使得塞尔维亚跟中国的这个外交关系 又在面临考验 另外呢 还有日本首相呢 对中国大使不屑一顾 最近呢 这个 日本的NHK 也就是日本电视台 还有日本共同社 以及产经新闻 这三大媒体 铺天盖地地报道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呢 中国前驻日大使孔璇佑 今年呢 因为他任期到了 所以呢 他即将要返回中国 返国之前呢 他按照惯例呢 向日本政府提出 要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告别 致意 但是呢 他的这个辞举呢 遭到了日本政府的羞辱 因为岸田文雄 亲密地拒绝了 这个惯例性的升级 要知道 一般来说 这个大使的地位 就相当于 这个国家的代表 也就是说 中国驻日本大使 实际上就是中国政府的代表 就是中国政府的脸面 但是现在日本人是不给面子了 这也表明了 岸田文雄政府 对中国现在是非常藐视的 对中共呢 是非常反感的 而且呢 历任的驻日大使 都有这种权利 或者说呢 有的这种这个体面 现在呢 都被剥夺了 就连日本媒体都说 岸田政府这次的这个做法呢 可以说非常罕见 这意味着呢 日本已经做好了准备 随时跟中国翻脸 要干就干 少啰嗦 废话不说 你不要再给我 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也不再给中国政府 一丁点面子